我們等一下小珊瑚來的時候 我們會把它包在 先把珊瑚包在裡面 海洋志工一邊解說 小朋友拿起了黏土 玩得好開心 利用黏土將珊瑚包起來 放入有牡莉殼 水泥製作成的基座 珊瑚小盆栽完成之後 放入LED燈下的水族箱 還能夠幫助生長 全球暖化 造成珊瑚白化日益嚴重 國立海科館地球麥洞中開展 邀請了民眾 種植東北角原生珊瑚 一起救地球 是每個六日 透過這樣一個展程 我們要帶領所有的民眾 實際去Action 去種植這個珊瑚 為什麼種植珊瑚 這件事很重要 珊瑚 透過因為這樣全球暖化 已經在日漸在白化 越來越嚴重 也就是我們海洋生物的家 其實是微微可及 如何讓全球的民眾 可以開始注意到海洋生物的家的健康 這件事情我覺得是 我們現在不做 都會怕會太晚了 那也很期盼 透過這樣一個特展 很希望所有的家庭 不管大朋友小朋友 來看看這個展 然後也來實際參與 這樣一個珊瑚富裕的 一個這樣行動 放心 你只要富裕的這一塊珊瑚 它會永遠在 因為我們會讓你一直觀察 它的成長歷程 台灣知名的企業 台達電 這一次特別和海科館合作 希望一起節能減碳 環保 就地球 那珊瑚在地球暖化之後 熱浪來襲 其實對環境 對珊瑚的白化 其實是很嚴重的 所以我們在愛地球的同時 我們在企業做環保節能 愛地球的同時 我們除了做節能減碳以外 在生物多樣性 是我們下一個階段的很重要的一個 不得不重視的目標 其實有最新IPCC的報告研究 即使能夠把生態多樣性做好的話 其實可以減少百分之三十的碳排 所以其實這其實 跟我們原來做的這個ESG的相關的事情 其實是非常有關聯性的 這些民眾種植的珊瑚盆 將陸續回歸大海 海科館也將透過海底攝影機 確保他們的生長狀況 讓民眾能夠親手參與環境保育 記者 黃松明 金融報導